雅各就发怒斥责拉斑说 我有什么过犯 有什么罪恶 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世上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 理智气壮的人 这是普通人 像雅各如此的气壮的策则拉斑 只因他自觉有理 第二种 理不值气气壮的人 这是一昧人 以为大生就会赢 第三种 理直气和的人 这是智慧人 心灵祥和 容易亲近 赢得尊敬 其实只要多一点了解别人 少一点自作自己的观念 就较容易成为理智气和 或理直气不壮的人 话说 在牛车水 有一位泡咖啡的妇女 她泡的咖啡人人称好 可是她的脸色 却和咖啡一样的黑 从不露笑容 有一回有一位心情不好的顾客 受不了她乌黑的脸色 起了争执 就将食物破在她的身上 这事件成了爆章上的新闻 新闻记者找上门 问起事件的缘由 就问她说 为何你总是黑着脸 面对顾客呢 她回答说 我不是有意的 自从我丈夫离开之后 我要照顾三个孩子 我又有糖尿病 高血压 每天从早到晚 要站整十个钟头 我能笑得出来吗 自从报章报道了之后 顾客对她都记忆同情 不再埋怨 更不那么在意她的脸色 人与人之间相处 只要多一份的了解 就多一份的体谅 少一份的责难 求主给我们心中有爱 未测着之前 愿意先聆听 先了解 多体谅 正如雅各书所说的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有人一发脾气 就大声地吼叫 这不仅一事无补 还可能适得其反 就像爱陌生所言的 你说话声音太大 我反而听不清楚 你在说什么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说智慧人忍气含怒 遗忘人怒气前发 是我自信 不因别人一些的损伤 我的原理而发怒 是我宽大 不因别人不能满足 我的期盼而生气 相反的 我生气 甚至怒气前发 乃是因为恶人 践踏你的立法 世人离弃你的真道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